真正的说伟大的次中量级拳王 历史上比他们好的有的是 80年代中期的时候 伦纳德 哈格勒 赫恩斯 罗伯特 杜莱 四大天王 打得火花四剑 就是十多年前 奥斯卡德拉华亚的巅峰时期 那时候维塔克 夸泰 特利尼达德 包括再往第一级别 轻量级的巴雷拉和莫拉雷斯 那全级都比这个打得好看得多 这小级别里那高手多了事 你像巴雷拉和莫拉雷斯两个人 一场比赛出拳跟机关枪 打得这个激烈非常漂亮 远远比帕克奥和莫拉雷斯这比赛 要精彩得多 所以像这些所谓的中量级拳王 那才真正值得我们去夸赞 他给我们奉献了一流精彩的比赛 这个道理就像什么 霍利福尔德两次击败泰森 可是在全级历史上的地位 霍利福尔德跟泰森根本无法相比 如果在全级界里阿里是个品牌的话 那泰森就是个图腾 值得人崇拜 你看他做了那么多坏事 可是在全级台上他干净 所以在这个场面 当然他有一次咬霍利福尔德耳朵 但是你发现很多人指责霍利福尔德 比赛又用脑袋状态什么 用不干净的手段把泰森激怒了 因为泰森确实性格上来讲 就是个纯真的大男孩 他的恶和善全是表现在脸上 所以泰森在全级台这种风格 受到了绝大多数全迷的追谱 你和泰森一比 你看玫瑰瑟这个打法 他明显观赏性差点多 所以就是任何一个比赛 内行看了说好 内行能有多少 你这比赛既然叫职业比赛 必须得更多的外行愿意看 所以说你这个运动项目 谁的比赛观赏性强 谁就能赢得更多观众的认可 更多外行的认可 也就为这个项目的职业化 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所以你从这角来说 玫瑰瑟名气是大 可是这场比赛和帕克奥的表现 确确实实没有给职业拳机 增添了正能量 反而给职业拳机添了很多负份 所以说这一场比赛 他没有给职业拳机添堂 这也直接说明这些年来 以美国为代表的职业拳机界 日趋衰败 因为现在很多拳网 就是商业炒作包装出来 而且美国这种老大意识太浓厚 只有得到美国人承认才可以 而且必须得经得起 商业炒作的检验 你像现在优秀拳手 哈德克斯坦和朝鲜的浑雪儿 叫格洛夫金 那每场比赛必击倒队 那权力真的不得了 可是在美国主流的媒体 美国主流的拳机推广组织 却不要这个人 嫌他没有炒作价值 所以事实上 这也极大程度的降低了 职业拳机的攻心力 就是现在职业拳机 它的世界影响已经直线下降了 而且一场中量级拳王的比赛 就能称之为世界大战 这本身也说明拳机的魅力在下降 因为在过去只有重量级拳王 那才被人认为真正的世界之王 而在这场比赛之前一周 这个重量级拳王 小克里青柯唯冕成功 却没有一起多少人反响 因为现在的重量级职业拳机 万马其音 小克里青柯这样的选手 如果拿到以前 刘伊斯泰森 霍利福尔德 李里克豹的时代 恐怕两三个回合就得被这人撂倒 根本不可能让他这水平的当拳王 现在重量级成在这样的状态 直接说明整个职业拳机的衰落 当然梅维瑟不这么认为 梅维瑟自己还说 我比阿里泰森还伟大 他们都输过比赛 我没输过 你梅维瑟的地位怎么和阿里泰森比 他们给职业拳机带来多大的贡献 你梅维瑟给职业拳机能带来多大的贡献 你自己挣的倒是多了 所以我们说 梅维瑟这场比赛 他所谓获得这种胜利 也丝毫不值得夸耀 他对职业拳机这种推广作用 也实在有限 在这点上 我更加欣赏 他所有的拳